好 现在 演示一下我们家机器换封口袋怎么换 首先把上面的护照给它拿下来 紧固护照的是这两个螺丝 把螺丝松掉 这边这个螺丝不好松了 可以把这个旋钮啊 压力旋钮给大家拧下来 拧下来呢 好泻 拧下来 然后这个换这个封口袋呢 这个首先要把这边 这个齿银带给它拿下来 拿齿银带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机器电源打开 把机器转起来 然后用一个螺丝刀 这样挡一下 这个齿银带就掉了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这样 然后把电源挡下 电源关掉之后呢 这四个铁片啊 正常是竖下的 我们要把它推成横向 用大拇指推就行 轻轻一推它就上去了 推上去之后 这个两个铜块之间就有间隙了 然后呢 把右边这个轮子 后面这个黑色的铁块 往左推 上面就勾了 就勾入这个铁块 然后这个封口袋就拿下来 下面呢也是一样的 往左推 然后呢 袋子拿下来 装袋子的时候呢 很多客户会把袋子装反料 这个封口袋有光的一面 跟麻的一面 麻面呢 朝轮子这边 光面朝外面 这个在装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不要装反料 装反料的话 它这个袋子会左右摆按 因为它光面跟轮子接触的时候 它没有阻力 现在我们演示一下 怎么装上去 袋子装的时候 先把左边这个轮子 把它袋子来 装在左边的轮子上来 然后呢 往里面散 然后把下面这个勾 勾入这个黑色铁块 把这个勾往下压 它这个 右边这个轮子 就会弹回来 这样袋子就能够移 上面的也是一样的 先挂住左边来 然后把这个袋子 顺着这个 全袋的空隙塞进去 然后把这个 勾 贴上来 贴上来之后呢 然后这四个 伸出来的铁片 一定要把它复位 然后再把这个 齿铁袋装上 再把它复杂 次复杂 这些 az 四个 一家 一家 这家